我在人的中文教會是1963年11月29號創辦的 我是1963年11月9號出生的 然後我們教會 那個教會 他剛開始設立的時候剛好在我們家的巷子 所以呢 我阿嬤跟我說我20歲 他就把我抱去教會巷 那是20天的時候 所以我在 今天53歲嘛 所以我在張朗教會成長了53年 那在張朗教會長大的一定會被主導過 而且只會被台語版 國語版他就不熟這樣子 我在天內要不要練得熟 我會被人朗朗上頭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那個聚會 一定要台語念樂這樣子 那念久了 他就會變得像那個床前明月光一樣 明月版做你會不知道他 不會去想他的意思這樣子 然後我是大概 應該是一個多月以前 我們教會的那個主任學校去 去教 去上課這樣子 他給我的那個課程內容 他就誤 主導人 那我覺得這沒關係 這我是什麼 但是要準備的時候 就發現說 哇 你看主導人很豐富喔 不是像我以前在 這樣就順口溜法 唐順口溜法練習這樣子 那剛好那個時候 永昌一直在問我說 那你如果有機會來分享 要分享什麼題目 那我就想說 要不然我們就來分享一下主導文 那在開始看主導文之前呢 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們為什麼要討告 有人要幫我回答一下 我們為什麼要討告 與神親近 與神親近 好 還有呢 神給我的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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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告的全民 我們為什麼要討告 因為我們不能 因為我們不能 我們都是做不了 就拜託上帝幫忙這樣子 對 向神請求 向神請求 好 還有呢 最後一個 皇上 你為什麼要跟上帝討告 為什麼要跟神討告 因為我想更認識他 想更認識他 大家的答案都是對的這樣子 那我們剛才有看到那個 那個主導文是從那個 馬太福音六上九節開始 開始這一段 那在耶穌講到這個第九節之前 他講的動畫其實蠻妙的這樣子 我們念一遍 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 你們所信用的 你們的父早已盡了 我今天耶穌室還蠻有趣的 他要教我們怎麼樣祷告 再開始講教我們怎麼祷告 前一節 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還沒講 我就知道對不對 他每次看完這個 知道幹嘛祷告呢對不對 我都還沒講 你就知道了對不對 那我們到底要祷告什麼 我舉一個 我們家最常的祷告例子 二姐也在 我們家最常替小孩子祷告 阿包考試前 你看看完這禮拜三 那個其中考 那他每次祷告前 我們都會給他 我都會幫他作為簡單的祷告 說 親愛的神 阿包明天要考其中考 請你幫助他有個好成績 考榮耀你的名 就很簡單的祷告 在我們在 反正在我家本身部在祷告 會且用不同比較優美的詞句 但是也類似這樣子 就一分三段 阿包明天要考試的 請你給他好成績 考榮耀你的名 這樣子 來炫耀一下 阿包第一次啟動考試 真的考全班第三名這樣子 但是那個祷告 後來我在看這個主導 我們看到這一集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那我們的祷告我們還沒有 好像是說 在提醒上帝說 上帝啊 我兒子明明要考試了 千萬不要忘記 提醒明一下 然後他考試有個重點 就是你要幫他有個好成績 然後跑來榮耀文 阿包真的考第三名 上台去頂張獎莊 然後拿來回來 叫我去護隊 然後我就拿到公司跟他 叫我秘書說 你幫我付費 我覺得我亂榮耀 你知道嗎 我兒子考第三名的獎狀 我就亂爽 這樣子 所以你看 這看完就覺得就很妙啊 上帝要你提醒嗎 他不知道阿包明天要考試嗎 然後他不知道 你希望他成績考好一點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他真的考得不錯 到底榮耀誰的名 對不對 是他爸爸得到榮耀 還是他天上爸爸得到榮耀 是讓他第三個爸爸都已經忘記說 就是要榮 他自己的祷告 我只覺得我自己滿榮耀 我會一直考慮到你 這樣 所以 所以我後來就在想說 那 那這樣我們幹嘛要禱告呢 就是反正我要講的 上帝你都知道我幹嘛要禱告呢 然後呢 然後耶穌在講這個 第八節前兩節 還有 祂有講說 你該用什麼樣的形式來禱告 我們一起念一句話 你祷告的 你祷告的時候 要進你的內屋 關上門 祷告你 祷告你 在暗中的父 我相信你們看完這一節 搞不好有人心中有一個疑問說 哇 上帝啊 這個台北市房價實在太高了 我家沒有內屋 我家 三盤兩天可以住滿人的 我家沒有內屋 我沒有內屋 我家小孩子站滿了 我家公公公都站滿了 我要去哪邊找個內屋 然後搬上門 對不對 我想這個境界很明顯 不是說我們每家每戶 都一定要去禱告室 有個內屋 我想當耶穌教來講的時候 祂一定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回到我們真正內心深處 要回到我們內心深處 把我們那個最沒有包裝 最沒有保留 最真實的自己 全南郊都給天父這樣 我想我在這裡跟大家講話 有些地方我也是要給自己包裝一下 對不對 有些話可能要保留一下 所以甚至說我們 大家我們好 我們現在一起來禱告好了 我講的話可能 像我是 我在教會我們師會都要帶那個 都要帶會中禱告 那個禱告詞我都要事先先 先寫好這樣 免得到是臨場這樣子 隨便亂講這樣 他都寫的這樣 很視頻發文的 但是那個不是 那個不是沒有包裝的 我講的話 也不是沒有 不是一個完全沒有保留的 我講的話 所以天父是因為我們進到 那個觀眾們就 你也不要管你太太怎麼想 你也不要管你的員工怎麼想你 你也不要管你的朋友怎麼想你 你也不要管你的朋友怎麼想你 現在只剩下我跟你而已 你把你最真實所需要的 你還跟我親心徒異這樣子 那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耶穌馬上講了一句話說 你附在暗中查看必然報答 所以我說我們祷告的是 上帝要跟我們建立一個個人的關係 所以祂叫我們進到我們內心深處這樣子 不要跟其他人的瓜葛這樣子 進到內心深處 然後祂告訴我們說祂要報答我這樣子 所以我常常講這個聖經節 會覺得說我最喜歡唸這個聖經節 我們請唸一遍 不要照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略化 叫你們查驗 和為神的善良 存全和喜悅的旨意 所以這個是我個人的答案 剛剛 不是應該說心得也不是答案 剛剛每個人都講說你們為什麼要祷告 可是每個人的心得 那我的心得是 我為什麼要禱告 因為我要變化 然後我要查驗這樣子 我要變化什麼 因為我這個人要變化 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給我們太多定義 你知道嗎 給我們成功的定義 給我們喜樂的定義 給我們平安的定義 可是我們基督圖 神有的定義其實跟這些非常不一樣 我們如果仔細看身邊非常不一樣 所以上帝要我們怎樣 要我們transform 我最喜歡這個字 因為我們最喜歡看變形金剛 變形金剛就transform 對不對 他要從車變機器人 每次看到車 柯國文從一台那種卡車變機器人 我就覺得好爽這樣子 然後不要努力 可是上帝就知道我們這樣 我們可能只是一個小車 他要變成一個機器人這樣子 不是要變機器人 就是他要能整個改變這樣子 那我們要怎麼改變呢 就是我們不要照著世界的定義這樣子 不要照著 然後我們要改變 我們要怎麼改變呢 就是我們的 各位 上帝要我們 renew我們的想法 就是我們不要讓我們心意更新的變化 我的領悟是說 就是要靠著禱告的樣子 過著禱告的生活 隨時的禱告 進到內部的禱告 那神聖靈要幫助我們 改變我們的心意 我們這個人 可能外形沒什麼變化 可是我們內在一直在變化 變到最後其實 我們已經不會去下法這個世界了 去定經在主耶穌基督身上 對 那我們變化 我們得到這樣的變化之後 還可以去查驗 何為神 善良全全可喜悅的旨意 這個查驗 我忘了會不管怎麼辦 你們記得嗎 也是講查驗嗎 驗證 驗證 這樣跟英文講的會比較接近 那顯然沒有去喔 test and approve 就是你要去試啊 然後 approve啊 然後去證明啊 這是像我家 我家我跟慧姐討報常常有時候 個人意見有點小不合 因為慧姐常常討報是說 他一定要聽到上帝的聲音 但是我是說 我常常覺得說 上帝不見每次都讓我們聽到聲音 你討報完之後你就去做啊 你才能夠test and approve這樣子 這都不一定對錯啦 這是我自己的心理就是 神要讓我們能夠在我們每一天 每一個人生的階段 去test and approve approve什麼呢 就要證明神 善良存全可許願之意 我最近胃食道律流非常嚴重喔 然後吃了很多藥 看很多藥真的不太會好這樣子 然後我每天跟上帝禱告 求主必治我這樣子 但是 我到今天都沒有得一致啊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說上帝讓我 我記得見討 得了這個病 一定有祂善良存全可許願之意 的旨意 所以我就每一天去test人 比如說 我這樣跟上帝禱告 主啊你一致我的 為食道命名 神今天沒有一致我啊 但是我相信這裡面 有祂善強存全可許願之意 我覺得這是我們禱告的目的啦 禱告的目的不是要去改 不一定是說 當然禱告很多人有 有很多很好的見證說 當祂的禱告改變了神的意見 改變了神的想法 甚至聖經也有這樣寫啊 可是我覺得我們更多的禱告 是要跟神連結這樣子 那做過跟神連結來變化我們自己 然後呢 我們可以在我們每天去test and approve 神善良存全可喜悅之意 這是我自己的心得 那好吧 那我們就來看主導文好了 所以第六節約書一開始就說 你們要這樣禱告喔 因為剛剛念過了 不是這何二本 各位你念一遍好了 好 一起念一遍 我們在天上神父 願人都遵祢的名為神 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 醒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赐給我們 免我們的載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載 不叫我們遇見事態 求我們脫離修合 因為國度全品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Amen 好 那第一句話就很有意思 耶穌叫我們禱告 第一句話講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母 那講這句話呢 是代表什麼 在馬可福音後 有梁傑森姐 我們一起念吧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一起念好 來 耶穌在克西瑪尼的禱告 其中一段 他說 阿華主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將這杯撤去 然而不要從我的一時 只要從你的一時 耶穌叫天上的父母 叫耶穌華說 阿爸父母 很容易理解嘛 因為祂就是 上帝的獨生子 可是主導文 不是祂的祷告 是祂教我們祷告 所以祂也要叫我們說 對著天上的父親 對著耶穌華說 阿爸父母這樣子 好 那另外有一節 是保羅寫的 我們請念一遍 因為凡被神的禮領導的 都是神的兒子 你們所受的 不是父母的心 人就害怕 所受的 還是兒子的心 因為我們不叫阿爸父 其實猶太人以色列 對神是很敬畏的 真的害怕的 他們在上帝面前 甚至在服侍神的人 都自稱是仆人 甚至今天 我們也是有這樣的習慣 我有時候看很多那個牧師 甚至有些 前面的弟兄 他們寫的文章 最後都寫說 在族裏的仆人 中文這樣寫 我們就是好像仆人一樣 可是上帝 可是耶穌告訴我們說 我們祷告的時候 我們被聖靈引導 我們是上帝的兒子 所以祷告 你呼求阿爸 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觀念 在當時的以色列人那邊 其實已經很大的震撼 耶穌講到的阿爸 是講到亞蘭文的阿爸 這個阿爸 跟台語的發音幾乎是一樣的 那這個阿爸 其實在 其實亞蘭文跟台語 都有非常強烈的 親近跟撒家的口氣 那這個當時 耶穌教門徒這樣禱告 我看到一些資料說 其實在當時的 很多法律賽人 面前完全不能接受 他說你怎麼可以這樣 怎麼可以這樣 這麼大不敬呢 可是天父是要我們 可是耶穌確實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以撐 我們撐耶二法 撐這個 這個照護主 這個萬有的神說 我們在天上而復 這表示什麼 我們第一句話 就來告訴 來到上帝面前 來跟祂講說 我是你在地上的兒女 我們要來親近你這樣子 所以神不是 兩個書就是這樣寫 你們親近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 所以我們第一句話就是說 天上的父啊 種造萬有的主啊 我是你在地上的兒女 我要來親近你這樣子 我不但要來親近你了 我要來跟你撒嬌 所以我叫你爸爸這樣子 這個小朋友有沒有跟爸爸撒嬌過 撒嬌是 是那個 爸爸 完全沒辦法抵抗的武器 對不對 在座有很多 很多爸爸像我 對不對 在座很多人都有爸爸 像我爸爸已經在天上了這樣子 你想跟你爸叫什麼東西 這個是 這個 完全無敵的武器 對不對 你只要跟你爸撒嬌 你覺得你爸很怎樣 對不對 這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剛剛天父會這樣講 為什麼會說 你不在暗中查看你 他必然報答你 你到上帝面前撒嬌他沒責 你知道嗎 他一定會報答你 或許他報答你的方式 不是照你想的 但是會比你想得更好 對 然後第二句話是說 願能尊你的名為聖 這講到那個 我們來到神面前 我們第一個稱他阿爸 第二個是說 哇我們希望 我們願能稱你的名為聖 你的名為聖 你的名為聖代表什麼 就是我們在這裡 很清楚知道 我們的天父是聖情跟至高無上的天父 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帶著 我們這打報的態度是帶著讚美跟感謝來到神面前 因為他配合讚美 他是那個聖結跟至高無上的天父 所以我們來到他面前 就是 你一定會想盡辦法來讚美他這樣子 再來是你會感謝他說 你是那個創造萬有 而且是聖結至高無上的天父 可是你卻把我當成你兒子這樣子 對 所以你帶著這樣感謝的信父 但是然後這 願能夠尊你的名為聖 其實也在提醒我們說 其實我們要跟人家喘不一 就是因為 我們希望所有人都知道這件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 我們的天父是聖結至高無上的 但而且呢 也願意把每一個人都當成他的兒女這樣子 然後再來 第三句話就是願你的國將 那 問一下好了 基本上上次有稍微討論過 上次的國在哪裡 我以前小時候我們看到電線桿寫說 神的國禁的 神的國禁的 然後你們要悔改 小時候七八歲看到現在五十幾歲 五十年 神的國禁的 你都沒來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人來問說 那上帝的國在哪裡 神的國禁 神的國禁 好 我們來練那個 這是我剛剛講的 耶穌傳的福音 他也只受神的國禁 好 那法律賽人怎麼說呢 法律賽人怎麼說呢 法律賽人來問耶穌 然後耶穌傳的福音 我們來練一遍 神的國外道 不是眼所能見的 人也不能說 卡納在這裡 卡納在那裡 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裡 那河本聖經 只要有瓜胡 都是後面的人查考 大部分的 就瓜胡都會比較接近原文 所以這裡面真正確定你們是神的國在你們中間 那我有特別看一下 廢物版聖經 他也是翻譯說 上帝的國在我們中間 這樣子 那什麼叫做上帝的 上帝的國在我們中間呢 就是 上帝的平等 is within you 就像我們當中這樣子 所以這句話是 表示什麼呢 好 我們先來看看那個 形成國家的三點數 形成國家三點數 那邊大家都會對嗎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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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背得很熟 那 我們 我們講到土地 我之前有聽過那個大外包生牧師 他有一場講道 他講一個他以前的經驗 我覺得他講得很有趣 所以大外包生牧師 他有一段時間住在中國 在中東 他好像是那個 他是軍墓 在美國 美國的軍隊有軍墓 像我們醫院裡面 那個 有那個伊牧 他是軍人的牧師 然後被進行會派到 沙烏地拉國那邊的駐軍去當軍部這樣子 然後他在那裡好像待了七八年 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他說他常常開車 出去逛或去探望門這樣子 可是他每次開到那個沙漠去就 他常常在淋路你知道嗎 因為那地方才太像 他怎麼開都一樣這樣 都是這樣整片沙漠 然後他就不得去問那些遊牧民族說 請問一下我現在到底在哪裡這樣子 因為他說他那時候待在那個地方 他們有很多小王國 有很多小王國 有不同的國王 然後他開到那邊想問他說 請問一下我現在在哪裡 他就跟他講說 我現在是在 這個地方是某某王國 然後他太太問他一個人說 那你在哪裡 他說我就是某某王國 所以問那東西他就有點搞無徒 後來他就問他說 奇怪呢 你怎麼在這裡說你是那個王國 旁邊那個人說是另外一個王國 而且你這個沙漠 到底你們怎麼去劃分地界 結果那些遊牧民族剛剛講說 我們不用劃分地界啊 我們很簡單啊 我們這一群人聽誰的 這裡就是那個王國這樣子 你們這一群人是聽他的 聽這個國王的 那你所在這個地 你在遊牧 你在放那塊地 就屬於這個國 所以他講得很有意思 他說 他說所以神國的概念好像是這樣子啊 那個土地就是 今天我們在這裡聚會對不對 我們這個時候後小孩 我們聽上帝的 哇這裡就是上帝的國 我們家裡 我們這個家 是聽上帝的 哇我們這個家 就是上帝的土地這樣 所以我們所在之地呢 我們要宣告我們所在之地 就是神國的土地 我們是天國的子民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讓神掌權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一旦 有這樣的了解之後 我們收過小孩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食物會所 我們台北教會 要讓神掌權 神的國就要臨到我們台北教會 臨到你的家 臨到我們收過小孩這樣 那這樣 用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就很容易理解啊 不然我大概 我大概讀了 祈禱文讀了五十年 那這五十年內 我每次只要練到這兩句話 都覺得說 好像不干我的事了 對不對 管你的國民教 管你的記憶 用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還不干我的事啊 我禱告說 上帝啊 OK啊 趕快啊 你的國民道對不對 你的旨意趕快行在地上 如同行到天上 你的地上 如同行到天上 都不干我的事 都是上帝你的事啊 所以趕快 等了五十年以後 都沒來對不對 所以原來 耶穌跟我們禱告這件事情 並不是說 並不是上帝的事 是我們的事 而且不是我個人的事 是我所在這個信仰團體的事 是我在這個家庭的事 是我們這個收過小孩的事 是我們這十五位所的事 我們要求神 說 主啊我們這十五位所願意 讓你掌權 所以你的國要臨到 我們在這裡要執行你的旨意 讓你的旨意 能夠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這是我們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我們必須 我們遵行天父的旨意 神的旨意 才能夠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好 那再來 下面那一句話 耶穌講的也蠻妙的 我相信 不能說我相信 應該是說我個人 好了 我從來沒有這樣打到過 這樣子 你們有嗎 上帝啊 晚餐讓我有得吃這樣子 從來沒有啊 我自己從來沒有 都不會想到那麼 我一定會想說 哇上帝啊 哇明年那個 大環境這麼差 這公司怎麼辦 那個可能會賺不到錢 所以你要幫助我 讓我明年才會抱歉 還是你夠好看 不想很遠的事情 可是天父就讓我們想今天的事情 你們覺得很妙嗎 齁 然後我們看看 那個馬太君這個 所以就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只有明天的憂慮 明天的難處 明天當就夠了 這給我們大提醒耶 上帝要我們禱告 禱告今天的事情 讓我們活在當下 禱告你現在要解決跟面對的問題 不過我舉一個 我以前年輕的例子好了 我以前讀高中 我想想看 沒有 我讀高中的時候 我們以前 以前的那個 長老教會體系的神學院 是大學就可以唸 現在不行 現在都要大學畢業 所以我們那群高中生 我們在教會期長大 所以 平常講就很追求 很認真讀聖心 然後有一天呢 我們在一個聚會當中 都很受激烈很受感動 然後呢 因為那個聚會有護照說 有沒有願意來 讓全時間服侍 就是 那就是讀聖學院 然後未來可能 機會當傳道主要牧師 那我們幾個 幾個弟兄姊妹 都是高中生 就覺得說 我們應該回應這樣的護照 但是回應這護照 因為那個年代 現在是 我現在53歲吧 我高中的時候是35年前 35年前 我們一般的家庭都算中等或中下 所以其實我們幾個家庭 都不是很有錢的家庭 那我們就說 那如果我們要讀聖學院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因為聖學院是算私立學校 教育部也沒補助 所以讀台灣聖學院 以前是要付一筆學費的 那個學費 我們這些家庭能付不起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講個講 那什麼問題呢 我們去找牧師 跟牧師講說 如果我們要去讀聖學院 我們要求教會 要替我們付那個學費 很合理對不對 非常合理 所以我們就真的去問 按我們牧師的理由 那個聖學師 會覺得有見到他 但是他現在 但是他已經在添加 我們去按說 就跟聖牧師簡單講一下說 我們受什麼感動 然後說 我們有幾個可能想要讀聖 有這個心想讀聖學院 但是我們現在確認一下 因為我們太沒錢 我回去跟爸媽講 他也沒錢 所以我們要跟教育講說 教育可能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才會繼續想下一步 那牧師就說什麼事情 就說我們都去讀聖學院 我們希望那個 我們在聖學院 所有的學費 那個教會要有負擔 那你覺得我牧師很難 我牧師聽完了 我看他臉色很怪 他就說很晚很晚 你先回家 你們下一次聚會 你們安排誰 我忘記了 他說那不要安排 就牧師去講這樣子 所以現在是聚會 我們那鄭牧師就來 來那個 我們那個上來講 那時候叫青年禪記 青年禪記來講道 然後我們那天牧師 沒講什麼道 他講他個人見證這樣子 他就講他從小怎麼長大的 他為什麼會 我們的牧師 他到社會第一個工作 是當那個 在銀行上班 他是 那個時代能夠在銀行上班 是很不容易的這樣子 所以他在銀行上班 他有很好的薪水這樣子 然後有一天呢 他就開始 他領受神的護照這樣子 然後要去 他有下決心 他要去讀神學院 然後要當一個草稻人這樣子 然後他遇到 跟我們一某一樣問題 他遇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 他辭掉那個工作 那工作收入很優渥 而且他剛進去沒多久 所以他家人非常滿對 他第一個問題是說 那再來神學院的學費 他家也是很貧窮的 就是他學費要從哪被來的 後來那個 那個正牧師他自己跟我們說 他就跟上帝講說 如果你給我這護照 是來自你的 那 後面是你的事 好 我就照你的事 照你的旨意 我每一天每天去做這件事情 他就真的去報名了 然後他過來就講一大串 其實是滿 滿曲折跟非常戲劇化的變化 但是上帝在他最缺 每次在他最缺乏的時候 就給他去 給他剛剛好的功力 就是每天的飲食都賜給我 他講完之後 他就跟我說 欸那個 曾經期 姚正賢 剛剛那幾個 趁禮拜來找那幾個 那你們現在 要不要把你們需求再講一遍 我就跟我說我沒有 不用 這樣了解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 剛剛不只我們教會牧師 我會看到很多 看到慧姐的阿公 看到我們台北教會裡面 很多 很多這樣的福祉師 他真的就是 相信神會把每日的飲食 賜給我們 明天的吃胎 明天的來處都還不憂慮了 但是他就是行在 每天與天賦同行 他就很安然 很安然沒有憂慮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 直接講說 他免得我們在 我們在祷告中 要跟神求說 主啊 裡面我們在 如同裡面人的在 後來我才知道 所有的祷告裡面 這句話最重要 好 因為 因為那個 耶穌怎麼講的 我們念一遍 你們站著祷告的時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 就大饒恕他 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福 也饒恕你們的破壞 你們若不饒恕人 你們在天上的福 也不饒恕你們的過敗 哇 我們爸爸不原諒我們 對不對 你來跟爸爸親近 然後來跟爸爸撒嬌 他不原諒你們 對 他看你是那個 看你是壞的 看你是 你做那些壞事 我沒懲罰你就好了 你好好 還敢來跟我撒嬌 就是 我們禱告會變成徒勞無功的 就如果我們不能 赦免別人的話 我們 我們聽不見還不赦免我們 那你覺得 我們剛剛講的半天那些禱告 親近神 去跟神撒嬌 去那邊 去那邊 查驗神善良全全可許 業之力 你覺得 會有果效嗎 完全會沒有 因為 你不饒恕人 你根本不饒恕你這樣子 所以 我們的神是慈愛的神 也是公義的神 他的公義 標準滿特別的 他說你要先饒恕給我 我才饒恕你這樣子 所以 我們所有禱告當中 其實這一節 我們一定要抱 怎麼樣 所以他特別告訴你 你禱告的時候 你如果有想起 忍得罪 你說我們禱告的時候 我們要去思考 想說 有沒有誰 我們是很氣他 在我們心中會放不下 怎麼想都不能 我不想原諒他 如果有這樣的話 你要趕快 先去原諒他 然後再繼續你的禱告 那樣子 不然 不然上帝根本不原諒我們 這樣 好 然後再來 這句話說 不叫我們遇見師壇 這個是很 這個滿有趣的 不過我要請問大家 你覺得誰是他們的 你不叫我們遇見師壇 誰要來遇見師壇 撒蛋師壇 撒蛋師壇 還有 撒蛋師壇 其實我覺得撒蛋滿倒的 我就要常備我們的黑鍋 你知道嗎 所以你去看那個 那個禱見宗教廟裡面 所有神都化黑的 全身都黑的 這樣 都背得太多黑鍋 我自己是覺得 當然不排除 撒蛋會試探 撒蛋也試探約束嘛 對不對 可是我自己覺得 我回顧我這一生 我覺得都是我自己 在試探我自己的 你知道嗎 我這次衛食剛明 是怎麼發作的 是 我有一段時間 因為又要上班 又要去顧我那個小餐廳 吃飯的時候 然後菲姐都陪我 每次吃兩口 我就覺得他煮的怪怪 就跑到廚房去跟他們講 然後再回來 等於是沒有認真在吃飯 然後久了久了久了 久了久了 久了久了久了 就覺得好可憐 就很長一段時間 沒有好好吃一個飯 那我這樣就算了 我覺得對不起 菲姐 然後剛好我手上有張 拿到一張卡 是說去六五萬公吃寶貝 可以打六折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對不起 菲姐 然後給他一個 surprise 所以我就找一天 我知道他中午 那一天中午會跟我們吃飯 我就去訂六五萬公的 那個寶貝 然後兩個人這樣子 中午的時候 小孩子不在 訂完之後呢 那一天早上 我就很高興打掉那個菲姐 我還沒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拿到一個菲姐 不好意思 我今天中午跟兩個姐妹 有約 可能沒辦法陪你吃飯 我一定說 哇 怎麼那麼剛好 對不對 那我都已經訂好怎麼辦 那我就 我就沒辦法 我想說他就陪他一起 他就跟我講 他很重要 那你去不去 我就要掛掉 掛掉之後我就想說 哇 那怎麼辦 因為那六萬公的 百貝其實不好訂 你知道嗎 而且很六折 對不對 然後 但是我想說 吃百貝粉 對我不太好這樣子 而且其實我 餵食道膩膜 尤其是我的救急 只是那個時候 其實沒有很嚴重 我想說 吃百貝粉 對我餵食道膜膜 不是很好 算算 這不要切 可是呢 然後我就想說算 然後我中了隨便吃 然後就開始上班 上班 上班上到12點半 大家就準備吃飯 然後就說 不是這好餓 你知道嗎 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天中 我是覺得好餓 然後就想到說 我如果去萊花絲 那一堆人會跑來 問我說 那不知道今天你 我這樣煮可不可以這樣 我說你沒在吃飯吧 那我說 這麼餓 而且已經那麼久 沒要好吃這飯了 應該給自己餵到一下 對不對 也不過分 我真的定 而且我也不是為我自己定 是他自己去的這樣子 那我就打電話去跟他講說 說我本來養的 現在多一個可不可以 他說沒問題啊 一個人給我位子 還要幫我報你 然後我就去 我就騎著講 去六房口 然後 到門口的時候 我都還在猶豫說 其實旁邊有一家水餃店 要不要吃個十個水餃 就去上班算了 我必須來吃 一個人吃一份 我這個也常常沒有這樣過 常常沒有一個人吃一份 但是就覺得說 反正不能給自己 對自己好一點 我生意在一起 我說好 那沒關係 反正我已經很清楚知道 因為這個已經好幾年了 我已經很清楚知道 有非常充足的知識 知道什麼食物 餵食到你 我不能吃 什麼都可以吃 啊寶貝是這樣子啊 寶貝去 你不能吃就不要拿 能吃就拿一點了 一定要拿一點 等一下有個好的環境 給自己休息一下 不要吃太多 這樣就好了 我這樣想 思考完之後 嗯 沒錯啦 反正六折買了多少錢 然後 然後就不能吃不要吃 他能吃吃少一點 反正 我也不是一定要吃很多的人 然後他就 就給自己休息一下 去他就 因為兩個位置 他把兩個位置留給我 我說我太太不來 他說沒關係啊 這位置都可以拿 很大的位置 然後就開始拿了餐盤去看 我說 怎麼會這種東西呢 哇 鮑魚 天啊 好久沒看過 我知道吃鮑魚 我已經想會吃鮑魚 就馬上吃個兩三口飯 怎麼會這樣子 對 當然 我知道不能吃了 我也可以拿這樣 咖啡我也沒拿 汽水我也沒拿 這樣子 還沒 吃到一半之後 有一個小姐說 我們現在有提供煮菜 你要龍蝦還是要牛排 我說牛排 真的太多了 吃不下 他說那龍蝦 他就真的給你半隻龍蝦 好 然後因為我當 他把我安排在一個 六旁工作里的區 不過他有一區叫印度區 就是印度 那邊人比較少 他在 我當時就跟他說 你覺得我安靜的地方 我就坐在那邊吃一下 好吃吃吃吃吃 然後我邊吃來邊拍照 那一個會也做 吃得很飽 很滿意 然後呢 這時候突然 突然發現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 我隔壁桌 有一桌十幾個人 然後他就拿個盤子 他有一個很大的盤子 然後我跑去跟那印度師傅 講話 他講印度 我聽得懂 他好像是跟印度師傅 他就跟他講說 他叫印度師傅 幫他烤一種蝦 就用印度香料做烤蝦 那個是在那餐桌上沒有的 就是他就一直跟基督在解釋說 他要讓他烤蝦 那印度師傅好像聽懂 就說 沒有油煩弄 然後我就 因為我坐在那邊 他那個又是透明的 那個開放廚房 我就看 為什麼他那邊跟很大的串子 你知道嗎 他串了很多隻很大隻蝦子 然後除了一大堆印度的香料 他就烤這樣子 我好像就 我說你怎麼會有這種東西呢 因為餐桌子沒有板 然後呢 然後那個 然後我跨到他烤完之後 那個人就拿了大盤子 他就把所有箱子 全部給他這樣子 然後他就暫時拿走 因為我就覺得不太公平 然後我就跟他跟一隻師傅說 那為什麼那個餐桌上沒有那個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這是Special Order 那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那Special Order 是只有他的Order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那他就跟我說 如果你要的話 他也可以幫我做這樣子 我說好...那你幫我做一下 但他不知道我一個人 你知道嗎 他用兩串 自己去蝦這樣子 然後他把... 然後他過來 然後我就拿個盤子 他就跟我說 你去換一個盤子 那盤子太小了 我說好 你就換盤子 他就把所有箱子給我 然後我就拿過來 我那時候 拿到座上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戲啊怎麼辦 這麼多蝦這樣子 然後我說 那怎麼辦呢 你如果不吃完 其實滿大廢食物的對不對 這我是覺得 有道德問題這樣子 可是我也不能把它拿回去 對不對 然後我也不能把外帶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覺得就是 說什麼也不應該 不要讓費食物 對得起不是食物 對得起那些 負責的人 我就褲瑪斯光亮 然後偏吃 他就偏當給蕦姐 他端那裡唱歌 都有 才吃完 然後我就很滿足了 離開了 那天下午就看 我是不太對的 就是從哪裡到現在 每天都會吃到那個 這樣子 都撒蛋 還有 對 當結果那樣卡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還騙我 騙我明明知道 他明明知道貴姐那天不能夠吃 還騙我去 去訂閱環環 然後我們吃得剛剛好 就算了 他故意用 像那一度人在那邊 都烤下去 然後你騙我吃就算了 給我 這撒蛋才開了 是嗎 我覺得他是 根本都是我自己 都是我自己的軟肉這樣子 而且你知道嗎 我覺得人很妙 你越軟肉的地方 你越想去試探他 你知道嗎 我們常常 那一節聖經節很冤 常會 大家會念嘛 我們 我們心靈固然願意 帶我們肉體去軟肉的時候 我最常發現 我肉體軟肉的時候 就是吃寶貝的時候 這樣子 對 就是你沒辦法克制 可是你 可是為什麼偏偏要去呢 為什麼每次我們家要聚會的時候 我一直提出 要幫你吃過寶貝 對 那明明明 明明一個人 一輩子也沒一個人吃過寶貝 就想盡各種理由來 合理化這件事 就還是跑去一次化這件事 你一旦進到那個地方 你真的有辦法全身無罪嗎 我一次都沒有 這樣子 可是明明有這麼豐富的經驗 可是還是會把自己 陷到那種 試探的境界裡面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人其實是滿糟糕的 你越軟肉 每個人軟肉的地方不太一樣 你越軟肉的地方 你就越容易 越容易 越容易就是把自己 帶到那個地方去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求上帝說 主啊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很懶惰 我求你幫助我 不要 不要讓我把自己 放在那個 會試探的地方這樣子 阿門 阿門 那 後來 後來就叫我們講說 要叫我們脫離凶惡 哇這個凶惡這件事情 我記得上次有跟大家提過說 我在大陸 曾經遇過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然後呢 就是我們公司的總經理 大陸用公司公安 然後我去 我從台灣去的時候 我把他的章全部收起來 然後他人見 然後我們到處找他 然後那天晚上呢 我在我們理工宿舍住的時候 我們樓下 樓下窗戶打開竟然看到二三十個人 拿這麼長的棍子 然後呢 我們在美國的董事長 有人跟他通風報信打電話給我說 叫我說那天晚上 我絕對不能出門 然後門窗都鎖緊 然後要趕快打電話請朋友幫忙 為什麼 就是那個總經理找人要打我們 要給我好看 那當然後來經過很多方法 這些事情解決 那過程其實蠻危急的 然後呢 然後我回到台灣 我從來不想跟惠傑講 那已經隔了多少年了 我忘記了 有一次我不曉得講出來 大概隔了七八年 結果惠傑那時候 我換年輕的 惠傑跟我講說 就那一天了 那一天晚上 因為他一個人在台灣 上帝把他叫起來 晚上把他叫起來 叫他說你要替你的先生禱告 所以我說這個 這個代導力量是很大的 禱告力量是很大的 我們有些時候 不管什麼原因 我們陷入這個凶惡當中 我們要禱告 而且我們要替我們弟兄姊妹禱告 也可以要求我們弟兄姊妹 來為我們禱告這樣子 這代導力量是非常大的 最後他說 國度全品榮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那這個 這個在講我們禱告的期望 因為我們禱告 最後我們 我們跟神講說 主啊 我們願你的國度能夠擴張這樣子 我們要更多人來 成為你的兒女 我們希望你能夠 在我們這個會所 在我們家庭掌權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希望主你能夠得著榮耀 這就是我們的禱告 擴張神的國度 跟讓神能夠充分掌權 這個其實蠻好理解的 那我請問一下 神要辱 我們神怎麼樣得著榮耀 會也常常跟我講說 千山的兩萬三十年 都是你的 所有都是神的 他已經這樣了 還要怎麼樣給他榮耀 就是我們神已經衝到 他怎麼做萬一為之 對不對 那 他 就是 我講了一個比較不恰當的比喻 就像郭台銘已經這樣子了 你想怎麼樣讓他覺得更有錢 讓郭台銘覺得更有錢 所以我們神已經這麼榮耀了 他怎麼樣讓他覺得更榮耀了 我這解釋好像太多虜了 一個簡單問題說 其實在教會裡面啊 不管在哪裡 我們台北教會常常講說 我們要榮耀神啊 讓神得到榮耀 那 那我們 我們神怎樣才能得到榮耀 這個我相信 我不是牧師 所以你沒有標準答案 問一下眼昌 眼昌 你覺得怎樣我們神怎樣 會得到榮耀 沒有辦法一句話就講完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那我講一下我心得 我講阿包的意思好了 阿包 你們認識阿包的 你知道他從小 他小時候其實有被診斷 是雅士伯伯正的小孩 然後他媽媽 他的媽媽 付了非常大的力氣去幫助他這樣子 那我們阿包也很乖啦 你帶他去哪裡 叫他做什麼事 他幾乎都配合這樣子 所以 他是一個很聽他媽媽話的人 然後他從小 超級年他媽的 我想你們看過阿包長大的時候 他就一直跟到惠傑的房間 非常靈感媽的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漸漸的 漸漸的他 隨著成長 隨著惠傑的努力 跟他自己的努力 他克服這雅士伯伯正 克服得非常好這樣子 現在 我若不提 我想看 每人會覺得他是這樣的小孩 然後 然後他也很認真讀書這樣子 他說這學期 就考第三名這樣子 上台的獎狀 拿獎狀 那我去一碗部隊 每次 每次 我聽惠傑說 沒關係 那個考成績 不是很重要 我覺得這真的是 真的 都講一些 都不講真心話 對不對 我看他 看他兒子考第三名 哇 笑成那什麼樣子 你看 他現在講他都還會笑 這樣子 對不對 他只好榮耀你知道嗎 沒有嗎 我鑽大頭前 他都不會覺得他只好榮耀 真的 我把公司弄得載好 他也不覺得 然後每次說 那都是你的事這樣子 只有他兒子 喔怎樣 他女兒怎樣 哇 就滿臉的下午一樣 我會覺得 我就是 心裡都不停了 你這樣 所以你知道嗎 這是我的心得 神在地上的兒女 能夠跟祂有愛的名字 能夠遵行祂的旨意 能夠戰勝這管轄 又按世界 以及天空屬靈器的惡魔 成為得勝者 我們神 會覺得他得到榮耀 阿門 阿門 這是我的心得 這樣子 最後就是阿門 阿門 我想所有人都知道 知道誠心所願 得意死 可是 可是我們真的每次祷告 我們都誠心所願 我在說阿包成績好 能夠榮耀天賦的名 其實我是想自己 榮耀自己的人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是不是真的 在神的心意裡面來向祂祷告 我們來看一看影片好不好 我覺得真的滿有趣的 或許你沒有看過 我們上傳台幫忙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阿城 阿對 阿法座 阿牧 阿會 阿牧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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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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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出現 你會 你又出現 你叫我 阿牧 有我 I didn't mean anything by it I was just saying my prayer I always say the Lord's Prayer It makes me feel good Like I'm getting my duty done All right Go on Hallowed be thy name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By what Name Good grief I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It's part of the prayer What does it mean It means honored Holy Wonderful Well I never knew what it meant Well that makes sense Hallowed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Do you really mean that Mary Sure Why not What are you doing about it? Do you Nothing But you know what I think it would be really neat If you had control of everything down here Like you up there Have I got control of you Mary? Well I go to church That isn't what I asked you What about that habit of gossip you have And your bad temper And your bad temper You don't really have a problem there you know And then there's the way that you spend your money All on yourself And what about the kind of books you read? Stop kicking on me I am just as good as any of those other phonies down at church Excuse me I thought you were praying for my will to be done If that is to happen You will have to start with the ones who are praying for it Like you for example All right I guess I do have some bad hang ups Now that you mentioned it I could probably name a few So could I All right I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in a while But there's some things I'd like to change I'd like to be a good person Good Now we're getting somewhere We'll work on you And I can have some victories that could truly be one I'm proud of you Mary Lord Can we kind of wrap this up It's taking a little bit longer than it normally does Give us our daily bread You need to cut down on the bread What the What is this Criticize Mary Kay Here I am Doing my religious duty I'm saying my prayers And you break in And you remind me of all the hang ups Praying is a dangerous thing Mary You could wind up changed you know But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get across to you You called me And here I am It's too late to stop now Keep on praying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next part of your prayer I'm scared Scared Scared? Of what? Of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Try me And see Forgive us of our sins As we forgive those that sinned against us What about death? I knew it! I knew you were going to bring up Beth But she has twice on me She has cheated me out of money I swear Lord I would get even with her But your prayer What about your prayer? I didn't mean it But it's not much fun carrying around that little bitterness inside is it? No but I'll feel better as soon as I get even Boy have I got some plans for old Betty She's going to wish she's never done me any harm You won't feel any better You'll feel worse Mary Revenge isn't sweet Think of how unhappy you are already But I didn't change all that You can? Yes How? Forgive Beth Then I can forgive you But the age of sin will be Beth's problem not yours You may lose the money But it will settle your heart I can't Lord I cannot forgive Beth Then I can't forgive you Then I can't forgive you Alright As much as I want revenge for Beth I want to be right with you I forgive Beth I really forgive Beth I help her to find the right road Lord I think about her I think she must be miserable I help her to find her way in life with you And there now, how do you feel? I bad I bad at all Ac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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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tty good Pretty great Good You're not through with your prayer Go on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Good Good I'll do that Just don't put yourself in places where you can be tempted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You quit hanging around in the wrong places And watching inappropriate movies and television Listening to sinful conversations Change some of your friendships Don't be fooled Mary They advertise they're having fun But for you, it will be ruined Don't use me for an escape hatch But I don't understand that part Sure you do You've done it lots of times You get caught in a bad situation You get into trouble And then you come running to me Lord help me out of this mess And I promise you I'll never do it again Do you remember some of those bargains you tried to make with you Mary? Yes Lord I do And I'm really ashamed You know up until now All I thought I had to do was just Take the Lord's prayer And then I could go on and live my life the way I wanted to I never expected all this to happen Lord Go ahead Finish your prayer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ever And ever Amen Do you know what would bring me glory Mary? What would make me really happy? I want to know Lord I really, really do I love you Lord I love you Lord I think now I'm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to be a follower of yours Lord To really truly follow you I love you Lord You just answered my question I'm dead? Yes The one thing that would bring me glory is to have people like you truly love me And I can see that happening between us Now that some of these old cities are out of the way Now that you and I are communicating Well there's no telling us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And Lord You think You think now From now on Maybe we could really Really talk like this again Yes Mary Let's really talk From now on We have a different message Yes Let's say depois Hei nimic Man singing I said We'll Drive And I say 但是他说祷告是一件危险的事 除非你真的想改变 如果我们没有存着 愿意改变的心 到上帝面前的话 很多事情 我们不小心会变像法律赛的一样 那我们最后来做个结束祷告 这个主导人 帮大家祷告 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 主我们愿忍尊主的名为圣 主啊我们愿祢的国 降临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庭 降临在我们台北教会 降临在我们这个搜狗小牌 以至于你的旨意能够行在这里 如同行在天上 主啊我们日用礼食 求祢赐给我们 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 饶恕别人 就是以至于你能够饶恕我们 主帮助我们不要把自己带进 那些试探我们的地方 主啊救我们脱领那些胸儿 因为国度全品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谢谢各位 阿们